开悟,被阴所谜,真理欧难,必为魔子,成就魔人。 你得特别注意,如果你不得到真正的智慧光明的开悟, 被这个五阴所谜,后边五阴魔镜,被五阴魔镜所谜, 真理欧难,那必定要成为魔子,那就是变成魔子魔孙。 那你就成就魔的人啊,不是修行的人啊。 再回头看看前面的经过的这个序论。 如魔的那些,树为显烈,彼为咒泥,破破的雨, 八般性中指挥一戒,心听令故,尚未论你。 第一天在论言会上的因缘来说吗? 像前面四分里面所说的,摩登切女,摩登切,他用这个写咒, 那迷惑你,他很显烈啊,俗为显烈,特别是嫌少违虐, 这不在乎一戒啊,为什么呢? 他顶多只能破坏你,缺乏的持戒的利益一部分, 而且只能破一条戒,八般性中只毁一戒。 在就是比丘二百五十戒里面,他也顶多能够使你啊, 跟女生相处的一条戒受到影响而已。 而且你心心定的缘故啊,并没有沦陷下去,没有成立下去。 那是说明,摩登虽然是被女生相处,但是他并没有罪过。 有一部书,有一部戒律的论典,叫做《比乃耶》,比乃耶。 另外一个名称,也叫做《戒阴元经》。 《戒阴元经》里面有说到,说欧南遭遇到的情况, 欧南遭遇到摩登切的这个邪处,被这个摩登切女所迷啊。 他说,欧南没有罪过,为什么没有罪过? 他心心定,心心定过没有罪过,不是他自己要的。 是人家已经磨住破坏他的。 所以欧南虽然是说,只毁一戒,这个戒并没有毁掉,并没有毁。 原因是他下面说过,心心定过,尚会伦理。 既然他的心地心境不会遭到伦理, 那么这个所谓毁啊,假名而已,实际上没有罪过。 在《戒阴元经》。 《戒阴元经》里面有明文说明,说欧南遭遇到罪过。 他是心定的。 《戒阴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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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口哀咎 这里 如果你被无印魔镜所迷 那问题就很严重 毁是毁坏 毁灭 把你的宝觉全身正够毁坏 毁灭 宝觉是珍珠之心 珍珠之心的宝觉真心 整个被他毁灭掉 这个好像世间法上的 这个做大官的人 宰宰相 臣文武大臣 好像宰相文武大臣 得罪了皇帝 忽然之间遭到戏目 就是这个关系被操募 所有财产通通归功 整个完蛋 所以如宰臣家 付逢戏目 那么可怕 弯转灵落 总是灵落在这个世界 做老百姓都不能安宁 很可怕的 就恐怕还有脑袋搬家 无火哀救 没有可救的地方 实在实在很可怕的 这是说明 魔王根犹 就是无印主人 不能迷失 无印主人 如果迷失呢 那就会遭到魔的境界 那是很可怕的 那是很可怕的 学佛不但是要能够入佛呀 也要学到能够入魔 各位知道吗 宋朝 宋朝的背诵之末 宋哲宗时代 有一位这个 从月禅师 从月 他住在兜睡院 这是一个寺庙 叫做兜睡院 他住在兜睡院 人家称他叫做 兜睡 从月禅师 兜睡 从月禅师 他是听进 这个宝风课文禅师 参参开悟的 他后来初次 住在这个陆院 陆院市 住在陆院市的时候 陆院市有一位禅师 叫做清术 清术禅师 横是有修行 而且他的境界很高 他是听进过词明 那么这个从月禅师 他发现这个 清术禅师的这个 很高的境界 非常的钦佩他 那么因此 请他指教 那么清术禅师 听过这个 从月的笑名之后 他说 你所学的呀 只可入佛 不能入魔 从月在当时 境界已经很高 可是清术说他 你只能入佛 不能入魔 碰到魔 你还是没有办法 所以他还是要 听进这个清术禅师 相当一段时间 然后才能入魔 这个又能入魔 又能入魔 谈何容易啊 我本来想讲这个故事 可是时间到了 我就免了 就是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呀好 谢谢